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了家庭 我们面对着无穷无尽的形式的清单 加重我们灵魂的负担 即便是好好睡上一觉 也得不到喘息 而且现在失眠非常的普遍 而且失眠已经不是老年人 中年人的专利 而且年轻人也是一样 我们为了繁忙的事情 忘记了 牺牲了重要的事情 我们为了专业 牺牲了个人 我们为了公众的形象 牺牲了个人的空间 总而言之 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人是需要休息的 那我今天的题目就是 安息的赐予者 神所赐给我们的安息 我知道 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所得的救恩 是多元的 我们不仅借着耶稣基督 我们得到永恒的生命 同时呢 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 我们不但成为上帝的儿女 我们成为天国的子民 我们不但成为天国的子民 我们还要进入神所赐给我们 永恒的安息 以赐亚书的三十章十五节 告诉我们 你们得救 在乎归惠安息 你们得利 在乎平静安稳 好 这里有一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 用起应的方式 我来读单数节 请大家来读双数节 我们基本留下 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 就当畏惧 免得我们中间 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 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 得以进入了安息 就如神所说 我在怒中启示说 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其实造物之功 从创世以来 已经成全了 又有一处说 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所以过了多年 就在大卫的书上 又限定一日 如以上所引说的 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 就不可硬着心 这样看来 必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 为神的子民存留 所以我们务必竭力 进入那安息 免得有人 寻那不顺从的样子 跌倒了 并且被造的 没有一样在他面前 不显然的 原来万物在那 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 都是赤露敞开的 安息这个词 在原文里面的意思 就包括了 包括了有一个 安静休息的地方 一个休息 着陆和停止工作 有这样的意思 那上帝赐给他子民的应许呢 就包括什么呢 包括他们有一个 有安全保障的地方 他们能够让他们 有一个着陆的地方 一个宁静的地方 一个停止努力的地方 同时也是有 安全保障的地方 但是可惜啊 由于他们的不信从 和不顺服 安息这个伟大的理想 在以色列的经验当中 没有实现 所以呢 希伯来书作者呢 就劝勉他的读者 特别犹太的基督徒 要寻求那更美的安息 而且他暗示呢 这安息 是在耶稣基督里找到的 弟兄姐妹们 我不知道你是否曾经想过 你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 你是否曾经想过 有谁可以带领你 进入那你被创造 被救赎的目的 生命和意义 四章一节说 我们既蒙留下 有进入他 因息的安息 安息的应许 就当畏惧 免得我们中间 似乎有人 是赶不上了 希伯来书作者 非常关心他的读者 是否得不照 上帝所应许的安息了 让他们心里要有惧怕 因为从前有一些人 他们失败了 以色列人出埃及 他们本来应该能够得到 进入到神的安息里面 进入到神的应许里面 但是第一代出埃及的以色列人 他们没有进到 神赐给他们的应许地 那他们的一生呢 就半途而废了 本来他们离开埃及 进入旷野 经过旷野 就是为了要进入到应许之地 但是他们却在半路上停了下来 停在了旷野里面 没有进到目的地 所以第一代整个的以色列人 他们出埃及里以后 他们就在旷野漂流了 整整的三十八年 所以他们没有一个着陆的地方 没有可以停下了安息的地方 所以摩西在诗篇的第九十篇当中 就发出了心中内心的呐喊 他说什么呢 他说主啊 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 诸山未曾生出 地狱事件你未曾造成 从坑古到永远 已是神 以使人归于成都说 你们世人要归回 摩西借着这首诗 向神发出祈求 他祈求神赐福在旷野漂流的以色列人 和他们的子孙 因为在旷野漂流的日子里边 他亲眼目睹了一批批的百姓 倒闭在旷野 却仍然没有安歇之处 其实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是一样 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信徒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 我们就是疲于奔命 现在年轻的一代 工作生活更加地紧张 更加地辛苦 比起上一代来说 他们面临挑战更多 因为节奏更快 处处都要创新 那如果赶不上了怎么办呢 我们知道现在有个新词叫做躺平 那干脆就躺平吧 其实躺平这个词 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呢 我们不能理解 因为我们这一代人 是被一个口号所激励的 就是自我奋斗 就是自我奋斗 即便是躺平嘛 也需要等到退休以后 有了养老金 有了足够的退休金 你再躺平嘛 对不对 我们知道如果说 没到年龄就下岗了 会怎么样 会被人瞧不起 觉得你不努力 懒惰 甚至觉得你没有本事 其实我觉得 如果真的 人能够甘心乐意地躺平 管他别人怎么说呢 我就躺平了 我就甘愿维持最基本的生活 是不是也不错 你们觉得呢 但事实并不是这样 事实并非这样 我们知道我们年轻的时候 拼命读书 被逼的 我们在中年的时候 拼命地工作 生活的压力 到了年老 我们勤勤 恳恳地去带孙子 出于责任感 出于责任感 所以我们知道 人的一生 似乎没有喘息的机会 很多家庭 两个人一起工作 夫妻俩一起工作 否则的话 就很难支付 这个生活的开销 即便再累 也不敢停下来 而且我们知道 这个夫妻 有的就是去寻找新的机会 去寻找 不管你是跳槽也好 现在很实行跳槽嘛 就是跳槽 那有的呢 就是被动了 被lay off了以后 怎么办 那就寻找新的机会 我们一代一代 我们都是这样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 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 其中所惊夸的 不过是劳苦愁烦 转眼成空 我们便如飞而去 我们今天的环境 也不安全了 对吧 我们的心里 就没有平安了 刚来美国的时候 我特别喜欢去旧金山 没别的地方去 拍个二手车 就去了 到那随便找个地方一停 就转 到处去转了 也不担心 可是现在 你让我去旧金山 我要考虑考虑 能不去我就不去了 有的弟兄姐妹就说了 哎呀 美国现在都不安全了 我们考虑考虑 移民到什么 其他的地方去 可是我们放眼世界 哪里是我们 真正安全的地方 有吗 你们觉得有吗 没有 如果谁觉得有的话 下来以后你告诉我 我可以考虑考虑 我们知道 人类追求幸福 我们什么方法都试过了 但是我们就是没有 愿意到上帝面前来 很多人都是这样 我们知道基督徒 我们特别要小心 特别要引起了一切 我们虽然知道 过去有些人 他们失败 他们没有得到安息 但是安息这个应许 并没有被撤销 没有被撤销 是后来的人 是应该可以得着的 我们知道第一世纪的 犹太基督徒 他们经历着逼迫 非常严峻的逼迫 有些人就想回到 犹太教去了 在那里得庇护 但是西伯来书就提醒他们 说什么呢 我们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 怎能陶醉呢 所以勉励他们 不仅不要回到埃及 连旷野都不要停留 要继续进入到 你最后的目的地 你就能够享受到 神给你的停下来 享受神给你的安息 完成你一生 荣耀伟大的使命 我们一起来读第二节 请 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 像传给他们一样 只是所听见的道 与他们无异 因为他们没有信心 以所听见的道调和 在旧约当中的信徒 和我们今天的信徒 我们经历的是 同样神的恩典和能力 是一样的 神的拯救的信息 传给了我们 我们听到了神的福音 我们听见神的道 他们也听见了 但是为什么 他们所听见的道 与他们无异没有价值呢 因为他们没有用信心 来与所听见的道 来调和 所以我们知道 安息这个词呢 就是停下来 可是他们停错了地方 他们停错了地方 所以他们一生被创造 被救赎的目的和使命 没有完成 那人只有完成了 神创造和我们被救赎的使命 才能够真正地有安息 真正地停下来 和真正地满足 这是今天我们所要思考的 那我们知道 今天也有些人 他们 我们知道 人如果不凭着信心 来跟随神的话 是非常危险的 不管你听了多少的道 我们知道 也有些人 他们跟教会有关系 他们来教会 来聚会 但是似乎没有与神建立 真正的生命的关系 他们听了道 听了福音 但是他们不是 以属灵的耳朵去听的 福音是在他们头脑里 正在头脑里面打转着 但是没有进入到他们的心里 我们都知道 基督教的信仰 它不是一个教条 也不是一个理论 它是什么呢 它是一种生命 是一种连结 就是人与神与基督 所应该有的一个生命的连结 我们不单单在认知上 同意那些与福音有关的 围绕着福音的那些历史的事实 而是想到这个信仰 是与我们个人有关的 与我们个人有关 不单是相信 而且是积极地 信靠我们所信仰的对象 我们相信一艘船 能够经过被风暴 所吹袭的海是一回事 而把我们自己交托给这艘船 并且凭着信心踏上旅程 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在任何的一个教会当中 我们知道 他们有些人参加教会的聚会 他们也查经 但是在圣经方面 他们也好像知道一些 甚至有些方面 比基督徒还要熟悉 但是他们就是不肯 凭着信心来回应神的爱 不愿接受耶稣基督 成为他们个人的救主 和生命的救主 所以这一点是非常可惜的 他们仍然在救恩的大门之外 举棋不定 徘徊着 圣经说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 必须信有神 切信地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所以要靠信心 那讲到信心 我们一起来读第三节 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 得以进入哪安息 正如神所说 我在怒中启示说 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其实造物之功 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 所以上帝的安息的应许 没有因为前面的人 没有得着而失效 可是这个宝贵的应许 留给谁了呢 留给谁了 留给了我们这些 有信心的人 这些有信心的人 正在进入那个安息 因为使我们得以进入到安息的 就是我们的信心 其实安息 神早就预备好 从他创世之功完成之后 那一刻开始 直到今天 因为他把创造这个世界的目的和计划 已经完全地设计好了 他希望人类能够进入 按照他的计划 以他同享受这个安息 虽然神希望人能够进入他的安息 可是因为什么呢 可是因为亚当的堕落 那这个人类呢 就没有办法进入了 非常的可惜 因为神曾经对亚当说过一句话 那我们一起来读 这个创世纪 三章十九节 请 你必汗流满面才得虎口 直到你归了土 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 你本是尘土 仍要归于尘土 真的是很可惜 我们今天落入到这样一个光景当中 我们知道今天我们这边有很多工程师 我们有会计师 有律师 我们很多的白领 在这边侧点的工作基本都是白领 那白领工作的环境 是在一个有空调的房间里面 那我们还会不会流汗呢 会吗 不会 如果流汗真的是有问题 可是汗往里边流啊 汗往里边流 你们觉得往外流健康 还是往里边流健康 所以你们都很清楚 往外流健康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起码排毒嘛 对不对 新陈代谢嘛 往里边流怎么样 伤害我们的身体啊 对吧 焦虑啊 伤害我们的身体压力大啊 血压升高啊 面部可能带菜色都有可能的 所以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 其实我们的压力更大 虽然说人类的文明发展了 科技进步了 但是我们身心的压力 我们更加的重了 更加重了 所以第六节和第七节 上半节就说呢 既有必进入安息的人 那先前听见福音的人不信从的 不得进去 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 又限定了一日 这里就重复讲到说 必有能进入安息的人 虽然不信从的人没有进去 但是神的安息依然等待着有信心的人进入 这个是我们要记住的 但是可惜 我们当中也许有些基督徒 我们信主一段时间了 但是也许我们不够追求 我们也不够长进 我们人在神的家里边 但是心却有些的野 我们对属灵的事物好像没有胃口 也许在我们的潜意识当中 来到教会是多了一些生活调剂的机会 或者是多了一些社交的机会 对属灵的事物好像似乎没有胃口 但是我们要特别小心 那我们是不是没有真正的仔细想过 神的应许是多么的宝贵 多么的真实 我们有仔细想过吗 我们要特别的小心 因为我们不晓得 我们将失去的是什么 我们一起来读第八节和第九节 请 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 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 这样看来必另有一个安息的安息 以神的子民存留 也许有人会说 虽然第一批倒闭在旷野的以色列人 他们没有进入到安息里面 可是第二代的以色列人 他们进入到应许之地 他们应该说是已经得到安息了 因为在约书亚记的二十一章里面就说了 说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的百姓进入到了应许之地 他们得地为业 然后他们就享受四敬的平安 仇敌也不来搅扰他们了 所以说这个安息已经成就了 那一代的百姓已经进入到神的安息里面了 你们觉得是这样吗 事实不是这个样子 因为以色列人得地为业之后不久 他们并不能够真正地想在那里边休养生息 因为他们后来就软弱了 悖逆了 犯罪了 怎么样 结果神就兴起了四位的仇敌来攻击他们 最后的结果是国破加亡 落到这样一个地步 所以说那个安息只是暂时的是不完全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因为人的罪还没有得到最终的解决 大卫后来在诗篇里提到 大卫他知道 他已经当过了国王 他也经历过一段四敬平安的日子 没有仇敌来攻击他们 可是大卫后来犯了罪了 怎么样 仇敌又开始攻击他了 所以大卫他就清楚 他就知道 说以前约束亚时代的百姓进入迦南地 并不算是神永远的安息 因为大卫他认为 我把国家带到最好的状况 可是后来我会软弱 我的百姓也会软弱 所以也犯罪了 所以我们仍然没有进入到神 创造我们 救赎我们那个完美的目的里面 大卫很清楚 耶稣亚的时代没有完成 没有实现 大卫的时代也没有完成 也没有实现 所以一定有一个层次更高的 价值跟意义更深远的 一个安息 给百姓 就是给有信心的百姓存留 是什么样的安息呢 就是在耶稣基督里的安息 人类如果不透过主耶稣基督 就没有办法得到那真正的永恒的安息 耶稣亚没有做到的事情 主耶稣他做到了 耶稣亚和耶稣这个词这个名字 在希伯来文当中是一个字 这个耶稣 希腊人耶稣就是在 希伯来文里就是 约束亚 所以第一代的 这个犹太的这个基督徒 他们很能够从约束亚 这个名字里面 得到一个 得到一个提醒 因为 耶稣 要带领他们 进入到神的安息里面 主耶稣说过 凡劳苦当中的人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所以属耶稣所应许的安息 是人因着信的福音 放下了一切的劳苦的重担 在他里面享受心灵的平安 我们知道 在旧约当中的礼仪 记号 时间和事件 都是指着将来 基督要来 他的完美的救赎和治理 是对着这个所说的 所以真正的安息 就是我们完成了 一生信心的道路 充分完成了 上帝创造救赎 我们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这才是如同神一般的 安息下来 停下来 因为目的已经达到了 目的地已经完成了 所以我们仍然向着 这个方向来奔走 四章十一节说 所以我们务必进入那安息 免得有人寻那 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 这里是一个提醒 一个强调 强调的是什么呢 强调历史重演的危险性 基督徒如果跌倒 这错误在于什么呢 错误的优先秩序 错误依赖的对象 和偏离信仰的 错误的价值观 如果基督徒贪爱世界的话 就一定会受到从世界而来的搅扰 所以我们不要一面宣称 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一面兢兢业业的世人当中 来谋求自己 显赫的地位 我们虽然立定心 就是说我要看万事如粪土 但是与此同时呢 我们紧赚地上的财宝 与世人没有分别 因为保罗说了 贪财乃是万恶之根 有人贪恋钱财 就被引诱离了真道 用许多的愁苦 把自己给吃透了 我们知道地上财宝是有风险的 我们都经历过 股市崩盘 我们都经历过 房地产泡沫破裂 美国有次贷危机 现在其他地方也是一样 银行倒闭 我们看到硅谷银行也倒闭了 其他地方的银行也在倒闭 所以我们看到 地上的财宝让人呢 忧心忡忡 但是天上的财宝 我们可以高枕无忧 因为神来替我们保管 神替我们保管 所以我们要 看管我们的心 我们知道失业 会造成人心里极大的恐惧 我不知道这里边 有没有人经历过这个 我们刚刚找第一份工作的时候 我们心里充满了希望 很积极地去找 可是当我们失去了第一份工作的时候 就好像天要塌下来了 这是人的一种惯性的思维 其实我们可以换一种 换一种思维方式 因为我们紧张 我们担心是因为 我们依靠自己来面对 这个外界形势的挑战和改变 但是如果我们换一种思维的话 我们知道公司的财源 是社会的一个常态 对吗 特别在硅谷的地方 有人说在这个地方 没有经历过一两次的 贝雷奥不算好汉的 对吧 有人这么 十年前有人这么说过 因为那会儿就是 本世纪初的时候经历过的 所以但是我们呢 就是知道 虽然说我们掌管不了 外界环境的这个变化 我们控制不了 但是可以管理我们自己的内心 所以我们不要害怕 我们重新开始 我们相信 神会赐给你一个全新的机会 来重建 真正对你有益处的未来 我们的信心在神的身上 因为神说了 我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 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要叫你们幕后有指望 所以我们的心 不要给这个世界留地步 我们的心应该给主耶稣留地步 我们的心 我们的灵魂的毛 抛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 不要抛在自己的身上 抛在他的身上 因为他说了 在世上有苦难 但是你在我里面 你们有平安 而且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 我记得有一位 在困境当中的 逆境当中的一个弟兄 他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 他说什么呢 他说bottom line 最底线 我知道神是爱我的 这就够了 所以这句话很激励我 所以我们应该很好地去思想 很好地揣摩这句话的背后的内涵 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 我们就想一想 确实我们知道神是爱我的 而且他是掌管一切的 我们改变不了这个世界 给我们带来的逆境 带来的压力和痛苦 但是逆境没有办法吞没我们 在圣灵中的喜乐 因为在圣灵当中 是不受外界的影响的 所以我们时刻要调整我们的眼光 把我们的眼睛 定睛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 我们知道有些弟兄姐妹 舍为他们关上了一扇门 可是为他们开了一扇更好的门 所以有一天 当你见到神的时候 你可以问神说 为什么我的生活充满了逆境 高山低谷 我相信神的回答 一定会让你感恩不已 因为什么 因为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 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信徒在地上的日子里面 和将来在天上的日子相比起来 可以说是天壤之别 将来在神的家 在天家里面 我们没有眼泪 没有痛苦 没有一切的重担 我们也不会汗流满面 才得虎口 也不必受罪的禅类 因为神已经使我们完全了 我们脱离了一切罪恶的瑕质 我们完全了 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 所以在生活当中 我们不要患得患失 因为人习惯了患得患失 哎呀 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 我们常常会想这些问题 把这个思念留在过去 我们要往前看 因为神给我们预备的应许 非常宝贵的 非常宝贵的 我们也不要把自己 交给这个世界 受它的影响 以至于我们失去了 在圣灵当中 在主里的那种平安和喜乐 神启示的大能 我们一起来读第十二节 请 神的道是活泼的 是有功效的 比一切两人的见更快 甚至灵与魂 骨结与骨髓 都能够次入破开 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 都能够变明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这是告诉我们说 我们如何来解决 我们心里的问题 因为我们不是很了解 我们的心 因为希伯来书的 第三章里说 他们硬着心 心里常常迷糊 存着不信的恶心 心里迷糊 就是不明白 神的应许 是多么的真实 是多么的实实在在 因为神是信实的 神的信实 是在于他的全能 人没有信实 因为我们不是全能的 我们给人家许愿 我们也是真心的 到时候我们不能兑现 因为我们能力有限 但是神是信实的 因为他是全能的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听到福音不信 是我们心里出了问题 我们才会心应的 那什么能够 医治我们的心呢 能够医治我们的心 就是神的道 神的话语 神的道是活泊的 原文的意思说 神的道是活泊的 是活的 充满了生命的大能 像一个比一切的 两刃的剑更快 所以我们不了解 我们的内心 但是神的道 能够把我们这个 混乱的心 刚硬的心 抛弃得清清楚楚 因为一个活的启示 一个带着生命的启示 会不断地在一个 领受的人的心里 产生果效 圣经揭示了我们的品格 圣经向我们展示了 我们真实的自己 光照我们的心 让我们了解 我们的心思意念 使徒保罗曾经说过一句话 非律法说 不可起贪心 我就不知道何为贪心 我想也许 这是保罗曾经 有过的一个软弱 但是神的话 光照他的心 改变了他的品格 改变了他的生命 不但如此 保罗把这个神的启示 写在了圣经里面 同时也光照我们 也改变我们的心思和意念 所以我们看到了 这是神话于启示的大能 我们知道 如果人 如果是有贪心的话 就一定会阻碍 我们走主的道路 所以主耶稣 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 他就跟门徒讲了 说 人若转到全世界 却失去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呢 人还能拿什么 去换生命呢 因为主耶稣 他非常清楚 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后 门徒依然要留在这个 充满了诱惑的世界里面 假如耶稣升天之后 门徒就开始贪害世界了 贪害钱财了 那他们不但自己得不到 在主里的安息 连福音也不会传过去 那教会也不会被建立 所以我们看到 主耶稣基督的话 可以预防错误的发生 也可以改变人的行动 讲到改变人的行动 我们知道 上个世纪末和这个世纪初 中国的经济 是处在一种 腾飞的状态当中 一派欣心向荣的景象 那个时候我刚信主不久 对传福音有些热情 当时我就想 我说我要回去 我要回去给我的同学 朋友 给我的亲人传福音 长期留在那里 我有似乎一个这样的感动 但是与此同时 神的一句话 就在我心里面浮现了 什么呢 就是说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人若爱世界 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 所以这时候 我里面非常清楚 其实那边真正吸引我的 当然有传福音的因素 但是更主要的是什么 是那边热热闹闹的景象 因为那时候 我觉得美国是冷冷清清的 有些常常回国人就说 美国太清静了 那边多火热 那边如火如荼 所以心里面 多多少少有这样一个 不再感谢神 神的这句话就改变了我的主意 我打消了这个念头 否则的话 我不晓得我今天属灵的光景 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所以我们常常要靠神话语的提醒 还有圣灵给我们的带领 今天呢 也许我们在教会 我们可能比较热心 我们也读经 但是读的不一定是上帝的应许 和上帝的旨意 也许我们关注的 所读的是 神怎么样赐福给我 让我发达 或者说呢 让我发财 我们知道这个不是 我们信仰的焦点 这也不是福音的焦点 那福音的焦点是什么呢 因为主耶稣告诉我们呢 主耶稣说 若有人在基督里 在基督里 我们为了是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我们是在基督里得生命 因为基督教的信仰 是一个生命的信仰 是得生命 是改变我们的生命 是改变我们的生命 否则的话 当灾难来临的时候 如果当我们失去了 我们的财富 我们失去了 我们的机会 我们可能会软弱 我们可能会跌倒 我们可能开始就停止聚会了 心情不好 抑郁了 甚至我们可能会离开信仰 所以我们的心 不能专注在这个世界 我们不要依旧在这个世界的诱惑当中 来打转 圣经揭示我们的自满 圣经向我们展示我们的冷漠 启示录三章十五节就说了 说我知道你们的行为 你也不冷也不热 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 老底家教会的特点就是不冷不热 对主的侍奉好像无所谓 不在乎 别人得救也好 不得救也好 好像无关痛痒 他们并不是没有服侍 并不是没有侍奉 也并不是没有传福音 也并不是没有聚会和主的崇拜 但他们只是福宴 他们并不是没有传福音 他们并不是没有主的崇拜 但是他们是按照仪式和习惯去做的 心中并没有那种 对主的那种爱 那种passion 我们知道主的事工 是需要我们和他一同来配合的 因为主耶稣 希望我们和他一起来配合 但是与主配合 我们就不能够不冷不热 我们就不能够不冷不热 否则的话 我们就会落到了老底家的境地 我们知道有些人 他们对属灵的事物 对属灵的知识也知道不少 但是有些人在我们当中 也许我们没有很好的经营 我们没有很好的实践 我们就有可能落到了老底家的这样一个地步 那心里面好像被烙铁烙灌了一样 任何严厉的指责 提醒 任何有利的讲道 都不能再刺激他 都不能再重新挑起他内心的热心 所以这点 我们要特别地小心 如果一个生意人 他对赚钱无所谓 那他的事业会成功吗 如果一个学生 他对读书也无所谓 那成绩会好吗 如果一个足球队 输赢无所谓 我相信 足球协会一定会指责他们 没有尽到权力 我们今天的基督徒 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基督要再来 对吗 感谢主 再来了以后 怎么样 再来了以后 主耶稣基督的救恩 就在我们身上完成了 因为我们的身体要得数 那是救恩最后的完成 我们脱离了罪恶的辖职 我们脱离了这个世界的搅扰 我们充满了喜乐 我们得了自由 对吧 这是我们所盼望的 我们都知道 头脑里我们都知道 但是我也听过 有些基督徒讲过 我希望主来 可是不要马上来 等我的事业成功了 我的理想报复实现了 等我赚到了 我马上就要赚到的钱 等我刚刚把钱花光 等我去了 我梦寐以求想去的地方 等我和我心爱的人结了婚 过上一段幸福的日子 主再来 你们觉得怎么样 好 你很爱说实话 对 是有人这么想 我也曾经这么想过 对不对 在潜意识当中 会有这种意识的 但是我要问了 难道神的国 还不如这个罪恶的世界吗 难道跟主耶稣在一起 还不如在世人当中打滚 彼此的嫉妒纷争吗 所以我们要小心 有这种思念的人 就像旷野的以色列人一样 他们虽然踏上了被拯救的道路 却依然留恋着埃及的奴役的生活 埃及就是世界 以色列人被救出离开世界 今天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被主耶稣 把我们救出 脱离这个世界 我们的心思不在这儿 我们的心思应该是在神的家 在天上 所以时间的漫长 有时会让我们有些怠慢 我们专注在世界上的成功 以至于我们没有为主耶稣基督的再来 做好充分的准备 看看现实 十三节讲 并且背照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 不显然的 原来万物在他们与有关系的主 眼前都是赤裸敞开的 神看我们看得清清楚楚 非常的清楚 他了解每个地方的每个人 我们的一切在他的面前都是赤裸裸的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瞒得过他 没有 所以他看到我们的不幸和软弱的原因在哪里 重点是 我们愿不愿意让他的道 让他的话像一把手术刀一样 进到我们这个有病的硬化的心里边 去做一个手术 把他医好 几个月前 我感觉到身体有些不太适应 有些状况 但是不明显 我就没管他 不理他 也不看医生 懒得去看 可是过了一两个月呢 这个症状开始有些明显了 那我就去了医院了 因为我马上要去中国去出差 我去检查一下到底有什么问题 那化验的结果呢 红血球和白血球有点高 所以医生就让我做CT扫描 那我就做了CT扫描 那做完之后呢 两天之内呢 好像没什么结果 我心里开始有点掉以轻心了 但是第三天 医生就发给了我一个信息 说有一个一厘米大的石头 卡在了你的彷徨的外边 在你的输尿管里 一厘米大 直径 比黄国伦 弟兄那个还大 那医生后来做完手术 跟我讲什么 说那个东西 你看着 你看那个输尿管才五毫米 那个一厘米 整个大了一倍 他说撑起来像个气球一样 但是感谢神 在我出差之前 把他取出来 顺利地取出来 而且马上就恢复了 这是神的恩典 但是从这个经验当中 我们看到什么呢 我们看到我们自己身体的状况 我们并不晓得 我们并不了解 我们里面会有什么变化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看不见 但是神要看我们的生命 看我们的身体 看我们的健康 看我们的灵敏 他看得是非常的清楚 因为他不用CT扫描 他看得比CT扫描 不知道要强多少倍 要清楚多少倍 但是我们自己不清楚 但是关键是 我们愿不愿意 来到神的面前 来完全求他 来彻底地 来医治我们 使我们能够健康地 与主耶稣基督在一起 事实上 以色列人 他们听到摩西 要带领他们出埃及的好消息 他们就相信了 他们出了埃及 他们过了红海 但是在加里斯 却不敢相信 神能够带领他们战胜巨人 不敢 他们失败了 所以以色列人 能不能够得到 迦南地为业 就取决于他们 是不是凭着自己的信心 顺服地将脚 踏入到约旦河里 同样的 我们今天的基督徒 是否能够得到 在主耶稣基督里的安息 就取决于 我们是否凭着信心 委身于基督 一生一世 来跟随他 我们知道 我们基督徒 在世上的日子 在回到天家之前 我们所走的 也是旷野的路 我们面对很多的挑战 很多的诱惑 同样了 我们得救了 但不是就此 就没有事情做了 不是无所事事了 而是有一段路 要叫我们去奔跑 如果我们跑得不好 我们将来要向主来交代 向主耶稣基督来交代 使徒保罗说得很清楚 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 向着标杆直跑 为什么 为了要得到 神在耶稣基督里 从上面 招我们来得的奖赏 所以他忘记背后 忘记过去 过去他很好 过去他建立教会 他传福音 他为主受苦 他建立了大功 但是他忘记那些 因为他一直要往前跑 继续地传福音 直到他见主面的日子 他说 我从来没有违背 那从天上而来的一项 今天我们在地上 也是有我们的功用的 神对我们每个人 都有他的旨意 启示录十四章 十三到十四节 就提到了 说当天上的声音谈到 在主里死了的人 所享有的福分的时候 圣灵就回答说 他们吸的地上的劳苦 做工的果效 也随着他们 这里就带出了 另外一个层面的安息 指的不是那种活动 停止下来的安息 而是脱离了肉体 及现今邪恶世代的 这样一个安息 而这样的安息 在旧约里边 没有人得到 但是我们坚定 跟随主耶稣的人 我们一定会得到 我们一定会得到 因为神 为爱他之人 所预备的 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连人心 都没有想到 将来我们在天家 不是没事干了 不是无所事事 天天飘来飘去 对吗 因为神会给我们 很多工作做 而且神会让我们 充分发挥 祂给赐给我们的 才干 想象力和创造力 我说过 如果你爱唱诗歌 来赞美神的时候 到那个时候 你可以尽情地唱 不用什么 意大利法宗法 什么这个技巧 那个技巧 一定会发挥得很好 因为神赐给你的 神赐给我们的 一切的想象力 让我们来享受 我们做工的果效 在那里 没有经济 没有吉利 没有人为的破坏 和阻碍 因为一切都已经成就 都已经完全了 我们知道 万物的结局尽了 那么我们有没有 为主的再来 做好充分的准备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大爸 天父还没有的主 我们感谢你 你的慈爱是何等的 长阔高深 你为我们这些 不配的人 付上了生命的代价 给我们永恒的盼望 不但如此 你给我们伟大的应许 来带领我们 进入你 那永恒的安息 主啊 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与我们同在 我们感谢你 你带领我们 走你的道路 求主的圣灵 充满我们 开我们的眼 让我们有数天的看见 让我们一生一世 没有白跑 没有徒劳 而当我们见你面的时候 能够得到你的成在 感谢主 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灵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